憤怒的示威者如潮水一般湧入 阿倫西亞市中心 自治政府大樓周遭 流行隊伍不時可以看到馬崇下臺 我們的雙手沾滿泥巴 你的雙手沾滿血 馬崇入獄等標語牌 示威者還在自治政府的牆上 留下滿滿的泥手印 這場毀滅性大洪水 受災面積超過五百六十平方公里 相當於兩個臺北市那麼大 影響人數多達七萬七千四百人 災後第十二天還有七十八人失蹤 搜尋任務持續進行當中 消防人員仔細地翻查 每一輛遭泥流沖毀的車輛 手持長棍在水深及胸及膝的稻田裡邊走邊搓 不放過任何可能找到失聯者蹤跡的地點 空派機搜救權也全都出任務 上個月二十九號八個小時降下了五百毫米的雨量 相當於整個地區往年的年雨量 馬路上的汽車被威力 有如海嘯般的洪水捲起 層層堆疊在街道 在河面 大橋鐵道被沖毀 城鎮整個被泥流給覆蓋 災後至今 災區空氣裡人飄散著一股惡臭 建築物裡裡外外不滿厚厚的泥泥 尋找失聯至親的過程 叫天天不應叫滴滴不靈 有如被遺棄般的無助感 禮難者家屬刻骨明星 他跟牠們的狗狗 下山上的家庭 喊到所有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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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回答 從所有地方 從 Córdoba 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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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安全衛生力 避免人人 在困難度 每個星期的困難 西班牙國家氣象局早在二十四號就警告 高層孤立抵押系統即將帶來猛烈的暴雨 而九號一早發布了紅色示警 但瓦倫西亞地區的民眾 卻是在晚間八點之後才接到手機警訊 當時接到已成了一片水箱澤國 所以我們有500mm的暴雨在八小時 這是一年的暴雨的一年的暴雨 這是一個大量的暴雨 而很少的地方都遭遇到這個暴雨 但這是不是很難的 1987年有一個暴雨的暴雨 社会党所领导的中央政府与保守派 人民党执政的瓦伦西亚知识政府 在后相互把责任退给对方 中央旨早就部署了好几千名军警民防待命 人民党的领导人则质疑国家气象局的资料 抱怨中央政府未与地方政府协调 西班牙媒体则挖出马松在淹水那天 下午两点到七点与一名记者参许 不仅如此他在下午一点时还推文 指暴与征战远离强度也将减弱 再后的复员工作变得非常政治化 示威标语遭政党挪幼攻击对手 咖啡厅酒吧里民众为了是首相 还是马松该负责炒得面红耳赤 同一时间灾区的生活尚未恢复正常 老百姓还在受苦 恭喜新闻网绘兵役